他是华语影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20世纪90年代 由于他主演的电影《履破票房记录》 因此他与成龙和周润发并成为双周一城 意为香港电影的票房保证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星爷周星驰 他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无厘头式喜剧 更缔造了周星驰现象 许多演员因出演他的电影而出名 但他们却在成名后集体指责星爷忘恩赴 从一代喜剧之王到叛逆暴君 为什么星爷总是被骂 说到星爷被骂 这些年来无非就是围绕着骂人和钱这两个方面 他在片场很严格 在人际关系上很抠闷 这让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但如果我们要深究造成星爷现状的原因 其实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脱不了关系 1962年6月22日 星爷出生在相当九龙的穷人区 他的父母在他七岁时离婚了 于是周星驰和姐姐周文鸡妹妹周星霞 一起在母亲领导的抚养下长大 周星驰这个名字是母亲情 出自腾王阁序中的一段话 雄周物猎俊彩星驰 但是如此富有诗意的名字 却没有让星爷的生活好多少 母亲挣钱养家一天要做好几份工作 所以幼年的星爷只能被锁在家 或者有奶奶帮忙看着 小时候的星爷不喜欢说话 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躺在窗边 看着外面人来人往 然而正是这些充满市井气息的普通生活 却成为了后来星爷电影中最不可缺少的素材 比如电影功夫里的猪龙长寨 其实是根据星爷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设计的 虽然家庭贫困 但对于自己的家庭 星爷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少年时星爷喜欢上了李小龙 进而爱上了电影 开始梦想当一个演员 星爷曾自嘲说 我这种一世无成的人 就是爱做梦胡思乱想 除了当演员还能当什么 后来星爷报名参加了无限议员训练班 为了能面试通格 他还特意花钱买了一双增高鞋 但很遗憾面试失败了 不过这并没有让星爷放弃当演员的梦想 后来几经周折 星爷终于进入了训练班的夜间部 当时的星爷本以为自己可以拍电影 却没有想到这才是他跑龙套生活的开始 因主持少儿节目擅自加息 吓坏小朋友被家长投诉 为了演一个死事经常和导演反复较紧 我们都知道 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 虽然具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但影片中影天仇的经历和早期星爷很小 虽然情节是虚构的 但是这种感觉是真实的 就这样星爷跑了好几年的龙套 终于在1988年 星爷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那年他出演了李休闲霹雳仙风中的男儿 在这部电影中自己虽然是放荡小弟的形象 但他依然以精湛的表演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且还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这对星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不误 上台领奖时星爷用不标准的普通话 感谢了帮助过他的每个人 这部电影不仅让星爷正式跨进了香港电影界 而且还收到了许多新的电影拍摄邀请 但他仍然处于那种不温不空的状态 直到1990年躲胜的出现 观众们首次认可了星爷的无厘头表演 该片以4132万元的票房 夺得香港年度票房榜首 也打破了香港历史上最高的票房纪录 红年王金导演周星驰和刘德华主演的躲下 又获得了4034万票房 有了这两部电影 短短一年时间内 星爷迅速走红 就连外号都从星仔改成了星爷 从那时开始 星爷的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 但是随着星爷的名气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只有赞美 更多是批评和诽谤 导演王金曾说 星爷在片场是个暴君 杜琪峰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和星爷合作可以 但是做朋友就算了 就连和星爷合作过 十几部电影的达叔也不例外 最后也和星爷分道扬镳了 因为星爷太过严格 导致很多人都对星爷有不好的看法 但是如果说到电影 大家对星爷的评价都是天才 反差这么大的两个评价 可以说明星爷在电影方面是天才 但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不善于人际交往 为了电影最终的完美 星爷对每个细节每个演员都很严格 但这种行为却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毕竟一直重复拍摄 会使一些著名的演员会丢面子 但是不可否认 正是因为星爷近乎偏执的要求 才使创作出来的每部电影都十分精彩 其实我们所了解到的 星爷与其他人的矛盾 大部分都是媒体添油加速报道出来的 从后来一些当事人的讲述中 我们就能找到不同的答案 就像达叔对于与星爷决裂的事情的回应 这么多年也不会像媒体说的 那个什么互来往 顶多是爱你不够朋友 没有演我这戏 没有那么严重的 没有 当然没有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 主持人柴静表达了自己 对爱你一万年台词的理解 星爷为此连续表达了两次感谢 你有第二感谢 谢谢 这足以可见 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星爷 童年贫穷的生活 让星爷对钱极其看重 把赚钱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 但这并不代表星爷扣 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打工赚钱的 一旦涉及到利益 分歧总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不管是片场暴君 还是过于看重金钱 可能星爷只是太认真 却又不善于沟通 才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 现在星爷已经迈入了60岁花甲之年 在崇拜者眼里 星爷还是那个喜剧之王 但在反对者眼里 星爷已经将劳财金了 不过无论星爷 还是不是世人口中的喜剧之王 我们都庆幸在这个时代 能够拥有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周星石